2022年9月11号 昨天中秋节在甘肃明晴县修正了一天 然后今天出发去阿勒山又骑 先骑80公里然后到那个洪沙港镇 洪沙港镇它也属于甘肃明晴县 然后再去阿勒山又骑 大明已经出发了 他是8月15没有休息 那个小伙子已经走了 方向不是一个方向 我们三哥就是就此分别了 走吧出发了 明虹一级公路 沿着这条路60多公里 可能就到了 这条路好走 也就不用倒航了 前面的刹车片有点磨 我先整理整理它 不然这噪音提着也是闹心 让它还磨我把它拆了 前面又不要刹车了 前面又不要刹车了 不会吧 让我上高速 我得查一查 居然上高速了开始 这边线号好差啊 这边属于高速 从哪儿过呀 应该从这边坐 原来是没人管 原来是高速 我把我整的懵逼了都 我还怀疑是不是走错路 导航导错了 行了 骑自行车第一次上高路 给了甘肃民情了 又开始困了 昨天睡觉睡得比较晚 一直在弄视频 昨天不是8月15吗 中秋节 整整弄了一天视频 还弄到将近 后半夜一点 弄了本来是六个视频 导入的素材太多了 还误筛了一个视频 那个视频挺精彩的 但是恢复也恢复不过来了 那也没办法 就感觉到比较遗憾吧 丢了一下午的素材 大部分都保留下来了 还是这视频不能总积压着 总积压着真的是 对时间 比如说9月9号拍的 然后无忍机 运动相机 还有手机上的视频 全都找9月9号的 太麻烦了 目前已经骑了45公里了 好想吃一个冰凉冰凉的雪糕啊 一个人骑行 真的是不想停 就想一直到目的地 还有4公里到洪沙港了 把车靠这儿 先没得吃的 我不打算在这儿吃饭了 简单的整点吃的 然后就继续出发 我决定了 今天挑战150多公里吧 下午骑行83.7公里 到达阿拉扇又骑 高德地图持续为您导航 今天如果是 我估计的到晚上 怎样八点估计的也到了 先挑战一下 也没有预期过 昨天 不是过节吗 我说吃点烧烤 吃完烧烤 然后我的肚子 现在吃不了油 油多的东西了 一吃油多的东西都开始 跑肚拉西 还是要清淡一点 我目前为止出来到现在 我感觉我都已经收了十斤了 还是有效果的 我刚也问这个老板了 我问他阿拉扇又骑 路好走吗 他说挺好走的 好走就行 估计到下午 80公里 他也能到阿拉扇又骑 好走 12点半 休息了半个小时吧 吃两个雪糕 准备踏上旅程 阿拉扇又骑这条路 太平坦了 太平坦了 就跟那平原骑行是一样一样的 一鼓作气不得骑三十公里啊 太平了太好走了 我用秘密武器了 放一点嗨一曲的嗨一点的音乐 我又往前骑了 一鼓作气坚持四十公里 一鼓作气坚持四十公里 但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目前精神跟身体上都有一种亢奋的感觉 感觉用不完的力气 虽然说早晨中午没吃饭嘛 估计着到右旗就开始瘫软了 刚大明给我发消息 可能这个地方是露营地 他让我在这露营 他没想到今天到右旗吧 这边好多空房子 在路边呢 估计的是之前的牧民留下来的 还有二十公里到巴丹吉林镇 然后在民情这边 连续好多洗煤厂 这在短短的 这还不到一公里呢 呼吸空气头疼 什么味儿啊 洗煤还有化学用品吗 又到内蒙了 然后又离验核酸 麻烦了 然后检查完毕了 三进三出内蒙了 右腿膝盖 不得劲儿了 有那么一点点阵痛 看来今天是用力过猛啊 这路边堆的石头 有什么寓意吗 巴丹吉林镇 然后在这边 然后在这边整理整理东西 买点装备 买点吃的 就又准备进沙漠了 这膝盖是相当的疼啊 把车都推进来了 一楼 挺不错的 简陋一点吧 不过可以了 这个脚位 60多块钱 哎呀 这腿今天确实是 比较难受的 今天骑行了150 154公里 然后可能是 我长途骑行 拖着装备 骑的最 最远的一段距离 我感觉是6点能到 现在也就是5点钟 提前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一会我先去吃饭